卓西乡名代表苏贵妹在代表会当中进行质询 她针对了轮山苦茶油观光工厂的进度质询的农业客 她表示已经完工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动静 工作坦言在委外招商时的确发生了难题 不过目前确定由玉西地区农会取得委外经营标案 近期会交开讨论在年底会完成 卓西乡代表会定期会15号由代表苏贵妹进行质询 其中针对轮山的苦茶油观光工厂进度质询农官客 并表示都已经完工了但是为什么迟迟都没有动静 并且这间加工厂未来的运作希望可以更多家园化 当地的产业嘛 你看我们这个产业那么多 我们也可以炒香那样 像科长你们长期观摩嘛 你们看到看了很多 你们回来应该会知道我们有工厂 我们很好呢 我们期训我们这些工厂呢 对不对 我们不就要炒香那个地方 我们都能做物看我们怎么去做 没有办法当然是没有办法 像芒果你放一下子一个里面就坏掉了 所以你有冷藏 对不对 他们就放冷藏 那个可以利用芒果做 就利用做那个芒果干啊 或芒果糖果什么什么都可以 公所坦言在委外招商时的确遇到难题 不过已经确定是由玉西地区农会取得委外经营标案 近期将会召开讨论并说年底将会完成 这个油脂加工的部分希望呢 到年底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委外整商 也就是EC地区农会 在我们的标案里面 EC地区农会也要协助我们整个苦茶友的未来的一个发展 也希望就是能够有契作等等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这样的辅导我们农母 金花东基金易住 县政府吉祥公所自筹款合近1800万元 紫西乡伦山部落新建的苦茶友观光工厂 在2020年的8月动工 去年初已经完工占地80坪 冷藏 炸油 绿油 橱油桶 脱壳 干燥等机具也就位 紫西乡公所表示 观光工厂为外经营管理计划 去年8月起上网招标 经历8月、9月以及今年1月三次招标都流标 终于由玉西地区农会来取得标案 希望在多方的讨论之后能够顺利发展 记者高松双卓西乡采访报道